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桑果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2第一视角 这期的节目叫做跟职业选手学团战的操作和走位 那么这是一个熊战士的第一视角 我们来看一下熊战士这个英雄在团战开始和时机的抓取的时候 应该有哪些的具体的操作 首先第一步跟自己的队友开悟时机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游戏时间已经是41分钟 并且领先19000的一个团队经济 优势非常的巨大 个人经济也是领先的很多 那么装备方面 敏捷跳 那么开悟的时机一定是要在什么时候呢 一定是要在这个就是自己的队友 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时候 自己队友的这个TS是刚刚复活 一定是要在这个TS刚刚复活 另外一个大哥刚刚复活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去跟你的队友一起开悟 因为TS复活以后第一件事 先要飞鞋到一个距离正面战场很远的地方 来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人知道你们队友开悟了 然后呢 在这个实战当中 队友第一波再把对方的大哥扬住以后 你这个时候勇敢的冲上去 把对方大哥的第一条命先给他打掉 对方的猴子是有盾的 打掉第一条命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就很重要了 因为作为一个职业选手 尤其是近战的大哥位 你一定要非常注意自己的一个走位 千万不要轻易的冲上战场 因为你轻易的冲上战场 很容易就能够造成成敦的输出 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开着BKP冲到正面战场 因为你也不知道正面战场发生了哪些事情 对吧 你一定要先找到对方的一个脆皮 把这个脆皮秒掉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继续撤回来 然后要耐心的在战场周围 一定要耐心的去寻找 找正面战场的一个机会 当你在对方的人冲到你的脸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定要耐心 摸对方一下 发现情况不对以后赶紧跑 并且在你开启大招和BKPTP回家的时候的最后一刻 你当然只是用BKP和大招来欺骗对手 当然要在TP的最后一刻取消掉自己的TP 然后这个时候 当看到对方的另一个大哥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要果断的后撤 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打不过对方了 所以作为一个理智的大哥 你肯定要果断的后撤 当然了 作为一个成熟的大哥 当然要在开始这波团战之前 给自己买一个A杖 并且吃掉 来确保自己没有买活 否则的话呢 就会显得你比较业余 好了 那么这一期节目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这个也会是一场 也能够让大家学到很多 关于这个大哥位的一个走位 只要你学会了这些操作的话 相信你一定可以去上到很高的一个分数 上到很高的分数 也希望中国刀台越来越好 我是桑老大叔 咱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